对我们有一年呢有一位啊就是读这个博哲学博士毕业的同学来学 呃我都觉得哎呀这个这这是不是就是呃有点有点这个他找不到别的工作了 然后呢他我就说那是他就说试试这个哈 试试这工作呢哎没想到他还真的找到一个很好的就是代理工作在加拿大 因为这个有一种代理公司呢他可以做货代也不做也可以不做 就是说他带这个船公司呃为船公司做代理 那么在船公司这个每条船靠岗呢他遇到的问题包括要上伙食啊 呃交费啊呃加油啊加水啊这些 还有这个遇到一些法律的问题啊都都需要这个代理来解决 那么他做的代理公司呢是需要这个在法律上面比较呃熟悉法律的人 那么他的这个正好用上他的这个他的这种技能 他这个他说他需要写很多这种呃法律文件呢这样 他就用上了他的呃他他他说他这个哲学上面的东西他也能用上 就是说呃很特别那其实我们以前这个来来做培训的也有不少是有这个硕士学位的啊也来也来过这个培训啊 然后找到工作那么因为这个工作其实我们做这个operation呢 其实是一个呃是个入门入了门以后我们刚才看看啊就可以做的事情非常非常非常多啊 入了门以后可以做很多事情那呃就说不管你原来是读什么的如果就说你现在找工作或者是有什么问题 或者对这个行业有兴趣都可以试一试看啊我们就说这个进了入了门以后呢还可以这样像这些方方面发展 这个是career pathway比如说你是做operation的用大一点点 这个operation的你可以成为operation specialist可以做找一个就是拿到custom broker license 然后做这个custom clearance这方面的或者说custom compliance可以成为这个operation manager 然后呢升到这个branch manager这个因为物流公司呢都是有啊都是有有很多比如说在美国 你必须要在不同的地方有分公司可以成为这个分公司的这个branch manager 那我我一起工作过了也不少的那就是从operation甚至比operation更低一级的是做messenger跑腿的开始 然后进入operation变成operation specialist变成operation manager 然后升到branch manager最后升到这个area就是我们像我们公司因为在美国有几十家分公司 他甚至成为这个比如美东的一个这个区域性的这个经理都有可以这样一步步的升上去 或者说是你可以再继续读书做operation一边工作一边读比如说读一个supply chain management 这方面的这方面的这些学位那这个比如说像Tim Cook和苹果的那个CEO他就是supply chain management这样这个专业毕业的 然后呢他可以这个operation之外也可以作为这个compliance specialist 这个刚才compliance讲的呢就是说compliance有很多种啊 既可以说进口的这种compliance合规也可以做出口合规 然后公司里面呢其实除了进口出口以外呢 啊就是说还有啊是这个公司本身运营也有也有合规也可以做那方面的 那么也可以呢去这种出口公司啊exporter做这个他们就出口贸易公司里面做他们的合规经理 就像我们这个Frank老师啊这一期就是我们这几期呢有请这个Frank老师来专门介绍出口合规 他就是在这种很大的出口公司里面做这个合规经理 那这个合规经理呢他这个啊年薪是非常高的 因为他其实他的责任也很大他那个年薪很高 啊这个也是属于compliance manager 就是说啊这个是出口的compliance manager 就是刚才这个进口出口都可以了 这个都是career pathway 然后可以是甚至你可以自己开公司 原来做卡车公司啊这些然后他向这个呃货贷 无传承运人这方面发展啊这样你也可以就自己创业 那自己创业的话呢他还包括了这些呃可以是开这个货贷公司 物流公司还有这个报官行啊都可以 喜欢我们肯为的内容 请点赞留言分享 并订阅开启小铃铛 获取更多咨询 原理美国梦 美国梦